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希望能夠藉由一片玻璃 能你自己的眼睛跟你的心理跟玻璃的關係 去換心理其實依然有另外一個世界它同時存在 因為現在高樓大廈林裡玻璃非常多 藉由玻璃的反射、近射、折射 它的穿透度的變化 玻璃的顏色、黑色玻璃 各式各樣不同的玻璃 它這反射的周邊不同的影像 這個影像其實它暗藏了另外一個世界 但是其實這個世界是長期被我們所弄 被我們所忽略的 所以以這個為論述的突發點的話 我們到了這個基地 可以看到其實我每一次到展場來 總覺得一直想要把展場弄得更簡單一點 這一次我們找到一個機會 就是把原來的牆壁 因為這間本來是暗空間 是一個封閉型的暗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把那些牆都拆掉之後 讓這個室內空間有機會 恢復到以前的樣貌 也就是可以看到有三個 上方有一點arch 這樣的一個比較古典的一個窗戶 所以我就開始在思考說 我怎麼來跟這些現場的窗戶做一些對話 那回到剛剛我那個概念 第一個在這個裝置上 我是暗示從 跟那個古老的窗戶的一片的大角 有一片飛到這一邊來 來hint我的黑色 Dark City就是這一片玻璃 因為那個世界它同時存在於 你去看它背後的那個世界 跟你前面的那個世界 所以對我而言 這個玻璃厚度的本身 就暗示了一個千變萬化的黑暗層次 那從這個渡口 第一道窗 用這個拉的動作 把它kink到我們的主機之後 我請大家進來 那我基本上這個 基本上這個展場是利用三個不同的 三個一樣的既有窗 然後給它不同的步驟 第一個步驟我剛剛提到 是把它用四根魚線 把一個玻璃 像之性的拉到路頭處去破底 那第二道玻璃呢 是我們公司在實驗階段 我如果跟我的學生附近來 他們在實驗這個 各式各樣不同的玻璃 它有的時候是 像這個有可能是 反射程度的變化 那這個是玻璃 層數的變化 我們常常聽到 一層兩層三層 甚至於可以N層 那像這個是它 這個應該叫做 後度 玻璃它後度本身的變化 還有呢 玻璃它跟觀察者之間的距離的變化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參數都會造成 你視覺 反射的那個 清晰的程度 所以其實你看到你後面的那個世界 跟你有沒有機會看到你的影子 甚至於你自己後面的另外一個狀態 通常跟這個鏡子的反射度 專動度 厚度 材質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實驗的方態 那這一區呢 就是開始比較 概念式的說明說 其實 當我們走在這個 台北的大街小巷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麼多的高樓 微木牆的玻璃 其實我們的影子 其實你可以這樣來實驗 欸 常常是 凸影凸現 當你看到了清玻璃的時候 其實你不太看到 當你看到了這個 半環的玻璃的時候 其實你不然間常可以看到 那甚至於到最後一道 也就是你們背後這一道就是 它是一個近反射 那其實一般的鏡子 也就是用這種 一樣的概念 它是一個全反射的玻璃 所以當其實鏡子就是一個最 最完整的再呈現的方式 它象徵著 已經沒有你要看穿的那個世界 而是你自己引向的全男的呈現 所以有一點想要是喚醒你說 其實我們一直在往前走的時候 你背後也有另外一個時空 在時空在同時存在 到時候 再往前走 確信 在你的笑顏 現在的心想要是 每次都會讓你的 那些訊金 也會讓你來 讚好 這也是 之後 他會讓你